大家好,我叫王晨阳,今年19岁,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现在是插画专业的大三学生,在大学期间我做过夜市化妆品的销售,开设过儿童绘画的教学班,同时也是兼职的网络小说作者,这次来到非你莫属,我想要找到一份跟插画、原画相关的实习工作,谢谢大家 你好,有梨窝,红点上衣,泡泡裙,好纯啊,是吧,印象当中的琼瑶小说当中的少女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认为是从漫画当中走出来的少女,19岁大四,非常的有才华,然后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但是她的求职方向却非常的专注,还是专注于自己的专业 对,完美啊,19岁上大四,你几岁上大一啊,15岁你就上大一了 对,我15岁上了大一,推早了点吧 对,那时候,然后我们当地报纸还刊登过,类似于说,我们那个方言,管小姑娘叫小妈 小妈,对,小妈不是二房的意思吗 不是,就是小姑娘的爱称 你们哪儿啊,青岛人 哦,青岛,叫小妈是吧 对,你刚才要问什么 不是小妈,是小妈 我想说,小妈 对,那个儿化音 我想说,那你这三岁半就上小学了 也没有,我是五岁上学,一年级,后来我跳级了 跳两回 你跳了几级 就跳了一级 就跳了一级 对 陈浩好像原来也跳过去 没有,没有 没有 陈浩的蹲路 他溜过一级 不往下跳就不过 你现在还没毕业,那你现在是为一年以后找工作吗 对,我是来找实习岗位 实习岗 像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去考一个研究生什么呢 中央美院啊什么 在你的专业上面有更高的 其实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啊 对 我一开始是,我到大一的时候 我们导员也问我 说是想考研啊,还是想工作 我当时的回答就是工作 我的目标一直没有变 然后,而且在读书的这几年 我一直觉得能力可能比学历更重要一点 我也想出来早点历练 你这么小,我们招你会不会违法啊 我已经成年了 只要你不心存恶念,就不算回答 我特别不明白的是,15岁就进大一 刚进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在想 进大学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谈恋爱了 但他还懂什么呢 你还那么小,你不觉得孤单吗 不,你怎么知道他的谈恋爱呢 越小越受欢迎,好吗 你都不懂 你们这些禽兽 人家才15岁 15岁不可以恋爱吗 恋爱可以吧 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想那么死 我妈妈是说我不心早恋了 你现在有没有爱情 没有,我还没有谈过恋爱 但你有单恋爱吗 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谈过恋爱吗 没有谈过恋爱 有没有人追求你呢 有 那你怎么对待你的追求者呢 我 来为家来演示一下好吗 好难好难 因为都是别人追我 太无子了 你长得比较帅 却有可原 幼 哎呦,还害羞耶 羞涩了 我真的太幸运了 不用演 难道你不心动吗 19岁不敢 我作为爸爸 而且他妈妈就坐在下面了 就在下面了 哎呦,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个啊 阿姨,像为家这样的男人 阿姨,你是我喜欢的行 哎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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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好 师妹,你就是那个跳过级的那个小女孩吧 你们青岛话叫什么来着 小猫 啊,小,你就是小妈吧 哈哈哈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你是插画专业的 啊,对 我是那个 呃 你能先松手吗 飞机驾驶专业 飞机驾驶员啊 对 啊,飞行员我认识一些 是吧 嗯 你晚上有事吗 呃,挺忙的 我晚上要画画 哦 你不画人物的吗 我画人物也要画一个一米八以上的肌肉帅哥 哦 哇 哇 海涛可以吗 嗯,眼睛太小那一步好画 姑娘啊 你长大了就会知道找不到男朋友你会稀罕我的 哈哈哈 过几天就会稀罕了 哎,谢谢啊 谢谢 嗯 虽然是一个演的追求过程 但是他看见偶像 但他不慌不忙 而且应变非常的灵敏 有沉着和冷静 不像一般的花痴类型的 看着为家就拥上去了 然后都不知道怎么说话 不错 他还有一个才能 一个网站的签约小说作者 哇 而且成为签约小说作家的年龄也是15岁 你擅长写哪一类的小说 呃,有男生比较喜欢的那个军事类的 我就舍练 军事类 对,我比较喜欢军事啊 兵器啊这些 悬疑 悬疑 然后科幻 科幻 搞笑 写了七部长篇 五部短篇 大概多少文字 呃,二百四十万字 天才啊 用了多久啊 二十万字啊 我花了 三年 三年 那我其实现在特别好奇的就是你的业余生活 你看你要画国画 然后你又写小说 又打游戏 那你业余生活几乎都在这种一个人的世界里完成的 呃,还行 我也跟朋友出去玩啊什么的 我只是效率很高 我把时间压缩的很好 要记住 人家不谈恋爱 对 人家没花什么时间 加油,加油 本质上是这样 一个屌丝很难理解 一个天才女神的 算了吧 我们都是屌丝好不好 别说你能理解 来来来来 稍等 这么多才多艺的一个女生 我想第一轮你们都不会灭灯 是不是如此呢 请选择 谢谢大家 全部都不亮 很开心 咱们再接再厉 好吧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赛 TPT展示 来看一下 这是我最近画的作品 是参加一个插画大赛的 这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北京城的巨变 爆炸一样的发展表现出来 这个是我给那个 按照作词作曲所画的画 就是根据这四句诗画的 哦 就是我最近学了 人物和场景设计所画的 这个是古代神话人物 判官的人物设计 那个初稿 不算是定稿 真漂亮 还有吗 这是我的场景的照片临摹 是有缘图 但是是我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也是PS 手绘的 不是手绘 是用电脑一笔一笔画 电脑画出来的 对 跟真的一样 电脑制图 对 还有吗 然后往下一张 是我当时登上我们当地包纸的 对 这个我刚才摆渡了 我还特意把照片放大了 一切15岁的时候不好看 丑小鸭 更好更丑了 现在是白天鹅 真的 这个东西是不是相反的 小的时候长得漂亮 大了会长得丑啊 是这样的 真的 5岁以下 那个特别的小姑娘 等到25岁的时候 一般就一般 就长得一般了 原来是这样 豪颖 你小的时候一定很丑 还有吗 没了 确实是 没了 我想问一下 可不可以爆灯 说 可以爆灯 你以为非常勿扰 那你还爆灯 还爆灯 太不严肃了 博士团新成员 郭烈 脸盟 创始人 2014年最火的手机APP之一 用户超过4000万 作为平均年龄90后的创业团队 梦想是做年轻人最喜爱的科技公司 我看他的作品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我要定了 你要定了 对 出多少钱你都要 不是人家的 你是脸盟的吗 人家还没毕业呢 我主要考虑的是 您的 实习 没关系 公司的位置 你们不能先谈 我让你表出点心情就可以了 公司你可以随便开 第二个就是你在北京 我知道了 然后你不太方便 你的飞机票和你的住宿都可以报 小郭 你要作为一个男人 再有点诚意 你应该在北京为他开一家公司 对 不是不是不是 你应该把你的总部 从深圳掰到北京 对 咱们聊聊靠谱了 推级默数是不能一人设岗 也更不能一人开公司的 这扯远了 没事没事 我就是让他表达一下心情 不过陈阳 我觉得现在 陈阳一个问题 稍等一下 除了那位想要报 还有谁想要报 我 我受伤若坚 都要报是吧 就都非要不可是吧 都会留灯是吧 这是我在非里面所见过的 至少一万 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我叫我是最大的个人股东 我可以随便招人 一万 你现在的身份是 一万一 我离 好 行 请坐 两万 好 谢谢 谢谢 两万 稍等 我们首先要尊老爱幼 沈东俊 谢谢你爱幼 那个陈阳 看得出来啊 其实在这个节目上面 我还很少说一个人是天才 但我觉得你是一个准天才了 但是我有一个小疑问 其实爱情啊 是艺术的 灵感的发源 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个段 轰轰烈烈的爱情 给你的艺术 你这个老板的爱情是发源之一 发源之一 太狭隘了 灵感不仅仅来 我没遇到合适的人 对于一个已经到 迟暮之年的老人 不能问出这么没有水准的问题 您真的跟我父亲是同一年人 我必须要聊 我要了解他 我没遇到能值得我 轰轰烈烈的 沈总说的很有道理 其实这也是一个答案 我问一个问题 尊老爱幼 断东 沈总说的很有道理 就是说 不说你一定要谈过 谈过恋爱 而在于说你对人的判断 就你心目中的那个人 是什么样的风格 你描述一下 描述一下 我喜欢的类型 稍等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然后说 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原型 应该是怎样 梁超伟的眼睛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不要打人女生 不要说话了 不要说话了 然后务实 他很有自己未来目标的方向 然后脾气比较好 剧本上就这三条 那就是我呀 年龄不合适 年龄不合适 年龄加一下未婚 我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告诉丽莎 我再追一句说 如果在台上的男老板 哪个人最像 最接近 假设你是 那个人是100分的话 哪个人是 老段 邓老师今天 你怎么这么八卦 你一个一直以来 老持人持重的长者 今天怎么这么轻薄 这是我在飞牛墨上 见过的 绘画的这个作品 最好的一位 选手 而且你是最有个性的一位选手 按照我对各位老总的了解 我说 大家别 别 有别的想法 没有什么 没任何想法 我觉得陈总是我 陈浩吗 陈浩 我靠 不可能 今天男老板都崩了 来来来 放个跟踪 快点 快点 放个跟踪 快点 从你刚才的所有的表现当中 我已经能感受到了 就是这是我参加 非你莫属以来 第二次碰到一个选手 就是吸引到了12位boss 集体的这种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六个要报 六个要报 对吧 所以我现在想问你的 就是在现场的这12个boss当中 你对行业有没有选择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你未来五年 或者到十年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我相信你现在一定很清晰了 行业方面 我主要看 他能给我提供的岗位 是否对口 是否能用到我画画的技能 我比较看重这个 我就是想画画 能在画画这方面 销有名气就可以了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问的了 抢吧 第二轮选择 去货流 有识趣的 谢谢大家 思敏啊 你为什么要灭灯 是这样 陈阳我非常喜欢你 因为我们没有匹配的岗位 所以我们也能 但是我一定要提醒你 刚刚很多人都表现非常的激动 你一定要去观察 察言观色 往往过分激动的人 你会对他的期待越高 可能失望也会越高 所以你也要淡定一点 明白了吗 来 从刘作骨开始 提供岗位 你可以 专注你的设计 同时你可以管理设计团队 这是我能看到的非常好的一个潜质 所以呢 我非常非常希望你能够加入到一家手机 工作地点 深圳北京都可以 来 韩虎开始 职位是我们的设计师 但是同时插画师 准确点插画师 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整个文案的工作 谢谢 好地点 地点北京 叶子龙 设计师 离你们学校特别近 工作地点在北京 有房 有房两个 住宿 这叫宿 宿 那叫提供 祝宿 我这个时间够短吧 真好 那个陈佑非常喜欢你啊 尤其是笑起来那俩酒窝 完全是长辈的那种喜欢啊 优胜教育团的管培生 在总裁办工作 跟我一起工作 然后未来再考虑具体的输出岗位 我的意见是让你去我们的研究院 写这个书 不是只做里头插画 主要是文字编辑 我第一个工资不会给低的 而且我可以给你这个项目 百分之一的股份 维加 好 我以权谋私一下 本来是代替尹峰来的 但是私底下呢 我跟我的朋友 他呢 是比较 国内比较大的一家游戏公司 你想做游戏的插画设计师 注意维加 维加 你今天的招聘的身份是咖啡之一 你不能带别的企业招聘 那我们私底下聊了 好 OK 段东 58同城给你提供岗位 是设计师的岗位 会加入到58同城 基础体验部的设计团队里边 谢谢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给你的就是我们 韩述 北京电子商务公司 北通四海电子商务公司的 这个市场推广的文化专员 好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郝总 东军 我们给你的具体的呢 就是工作呢 就是为我们通灵珠宝的蓝色火焰 写一部电影 我给你的任务是编剧 那如果我们拍成了电影 你将获得100万以上的稿酬 您给我画了一个很大的饼 对 我吃不吃得到就不一定了 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岗位 好吗 然后公司是以画画为主的 你也知道 知道是哪个企业吗 联盟 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主美美术都很厉害 然后你过来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然后可以学到很多美术相关的事情 最后一个就是说你是实习 所以你可以短期在异地 你也可以去体会深圳这个城市 真的很棒 刘家勇 其实我一直很冷静地欣赏你 但其实整个这个舞台上 咱们俩才是最心有灵犀 最搭的一个人 因为你今天穿了一个白 白点黑色 我今天穿了一个黑点白色 咱俩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 搭了一个清理装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有一个 很好的职场的未来 那么福能集团愿意给你提供我们 市场部的市场专员 愿意发挥你的90后的这种特色 而且是互联网这种产品的特色 好 深蕾 我必须站起来跟你讲 谁让你站起来 我允许你站起来 坐下 我就说站起来 坐下 那个师妹 看我的豆子完全没打磨 是这样的 那个 刚刚你选了程号 我真的是内心非常的受伤 到现在都没有缓过来 知道吧 我们现在呢 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插画师 来给我们做我们的网站 APP 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类的 这些文案方面的一些配图 选我 你的稿位呢 插画师 好的 好 谢谢 有房吗 哎 这个舞台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太疯狂 一百万都出来了 千万要镇定 你不是你不是一个冲动的女孩 你应该是有自己想法的女孩 十一盏灯 灭掉九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 去吧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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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侣山再见 情侣山啊 我照顾也了 不好意思 不想接受挑战了 我觉得 我 主要不想要写作 也不是 我觉得这行我踏不进去 真的 我仔细考虑过了 谢谢盛总 谢谢郝总 谢谢郝总 可以遇到你的窗户了 这么放弃了 嗯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真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不好意思 再灭两盏 不好意思 真的 谢谢您给我提问这个岗位 谢谢 他还得回去 我得再考虑 还要灭掉一盏 抓紧时间 坚持自己内心缩想 您要是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肯定想你 真的 真的 深圳也挺好的 还是先灭了吧 真深圳这个城市太远了 别例外了 别例外了 那边也是中间 那边不是有北京吗 我北京也有办公室吗 我北京也有 为了他我可以在北京设个点 我把刺激团队放在北京 是 他本来就有 来有请陈浩 刘作虎谈情不上感情 什么都完美 就是最后没有把锅列留下来 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缺憾 这女孩子真是后生可畏 她不光是有一个女人 光聪明好像还不是很特别 她情商还特别高 特别知道选择 所以说妈妈 这个母亲不得了 这女孩子不得了 她之所以没有谈恋爱 是真的没有找到能配得上她的男人 在你被他们抢走之前我先抱你一下 好 谢谢 写好你们的薪酬 写好了吗 请揭晓 我还是实习生 这个工资没给碰了 没错 一定没错 一万加八千加百分之一 就百分之一的股份 是吧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两位老板 我先问一下你 你那个项目大概的市值是多少 我这个项目是个新项目 因为原来我们是个打包的项目 现在把它分拆出来 做特许加盟和做这个直营连锁 所以这是个新项目 其实我是挺冲动的 把它交给一个19岁的女孩 但我觉得从你作品上来看 可能比我们研究院很多 十几年二十年的教龄的人 可能更有更有可能实现我们的这些想法 我想问刘总 那个家是什么意思 还有我这份工作的上升空间 这个上升空间这个家非常大 就跟我们的品牌一样 OnePlus 这个Plus有无限的可能 因为现在做手机品牌挺多的 所以我会 我们现在在海外的影响力 我可以告诉你 大过任何一个中国的品牌 这个不是吹牛 你可以查一下 OnePlus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没有什么问题 人生总是有这样一次选择 15秒钟请考虑 非你莫属史上的巅峰之战 你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一家手机 还是谢谢再见 三 二 我现在全走 去吧 不好意思 真的 一点 我从来没跟女选手主动 锁不拥抱 第一次能不能成全会 谢谢 谢谢 那感受我觉得自己做的选择 还是挺正确的 是我自己心里想要的 稳妥吧 我更觉得有时候靠谱 真的给我一种很靠谱的感觉 其实以前都会特别激动 但是今天超级平静 因为今天我觉得我会特别笃定的去支持 他做我们那个新项目 而且我现在脑子里想 都是未来合作的一些 但我觉得程昂你真的没必要出手 因为他去脸盟 他的作品会被商议人看到 他的一家手机 会被全球的很多用户看到 对 所以我刚才其实已经很坦诚的说了 但是已经面对了这样的结果 我就只能负责任 而且要特别出场的负责任 陆陈昂我告诉你 他去你那我刚才没有说 有一个最大的意义是 因为你是面向下一代人 也许他的成长的经历 跟成长当中的更多很好的东西 能够得到一个更有效的利用 对对对 你看 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位已经获了胜的老板 会非常炫耀的说我赢了 倒反而有点坠坠不安 觉得怕辜负了他 所以说非你莫